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由刘丽科夫说 为了能使家庭的幸福长久 精神恋爱始终都应伴随着肉体的性爱 同样,肉体的性爱如果不和谐美满 也会影响人的精神恋爱 使人彼此疏远,冷漠 性生活在婚姻里很重要 是影响到夫妻之间正常夫妻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良好性生活能让夫妻关系更加和谐 此外,还能有助于身体健康 提高免疫力,减少一些疾病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中年人的性生活是什么样的 一,男人如何做 性生活才能持久 私处功能障碍 在很多老年男人中都很常见 但是下面的一些办法 却可以帮助避免这类问题 不妨一起了解下 一,注意饮食 少量的蔬果和高脂的食物 不仅会减少流向冠状动脉的血流量 同样也会阻止血液流向私处 研究发现 长期服用地中海食物的高离男性 很少有私处功能障碍 二,保持健康体重 超重会引起很多健康问题 包括可引起神经损伤的糖尿病 如果影响到私处的神经 那么就可能导致私处功能障碍 三,防止高血压、高胆固醇 高血压、高胆固醇损伤血管 包括流向私处的血管 因此会导致功能障碍 要定期体检 确保自己的血压和胆固醇 在正常范围内 四,定期锻炼 大量证据表明 跑步游泳和其他形式的有氧运动 有助于防止私处功能出现障碍 不过 也要小心对私处造成压力的锻炼 尤其是骑单车 长时间骑单车的人 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单车 穿有垫片的裤子 最好站着起 二,夫妻到中年性不足的几点原因 一,体内荷尔蒙分泌的变化 存在性别差异 首先 男性和女性生长发育的节奏 是不太相同的 对于男性而言 二十多岁出头 是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时期 这个时期稍微有一点这方面的刺激 就会引起他们强烈的渴求 而对于女性而言 往往是步入中年后 才会有较高的荷尔蒙分泌 大约四十岁左右 对于性的需求才达到了最高值 而由于性别差异 这个年龄段的男性 反而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 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性别落差 二,刻板印象 社会刻板印象认为 女性是保守的 不会有主动的那方面要求 这种刻板印象根植于女性心中 她们会觉得 直接表达出自己的欲望是不合理 因为她们需要维护自己那种内敛的形象 因此对于中年阶段的女性 即使她们有这方面的需求 也羞于直接表达出来 而对于男性而言 当她们不如中年时期时 不像年轻时 能够轻易唤起自己的渴求感 可能以前只要想到这方面的信息 联想到异性 就会产生性的渴求 而现在不容易产生需求 加上妻子也不会表达她的需求 两个人之间自然就不会产生互动 三,爱情中的激动逐渐消退 更多的是亲情的维系 对于刚谈恋爱的情侣 两个人之间除了亲密外 还有很多激动的互动 例如接吻,拥抱等 而随着两个人相处时间的增长 这种激动会逐渐消退 特别是对于中年夫妻来说 他们往往已经结婚十年以上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双方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家人的关系 当我们与伴侣的关系慢慢转向亲情时 我们会以同承担家庭的责任 陪伴对方 互相理解 维持着一种极高的亲密感 因此 激动的消退转变为亲情 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4.性带来的新奇感降低 人到了中年之后 性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 也不会有年轻时那种害羞 脸红心跳的感觉 随着熟悉度的上升 新奇感也就降低了 因此 中年夫妻如果想提高自己的兴趣 不妨试试一些能带动新奇感的事 比如睡觉的时候 不要老是穿着厚厚的宽松睡衣 也可以偶尔换个花样 试试好看的内衣或是睡衣 相信这样能够很好的刺激对方 提高兴趣 3.几个改善中年人夫妻生活质量的方法 当人们进入中年后 身体机能会出现下降现象 其中男性的四处功能 也会有明显的下降现象 所以不少中年人同房质量往往不高 那么如何改善中年夫妻的生活质量呢 1.疲劳时不要同房 过度疲劳时同房 由于体力的不支 往往会导致房式质量不如意 所以建议不要在疲劳时同房 这里的疲劳指的是体力和脑力方面 如连续熬夜 或是进行了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后等 这时是不宜同房的 2.保持规律的方式 中年男性想更好地保持性能力 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规律适度的房式 长期享受规律的房式 并保持积极态度 夫妻双方都可从精神上得到快乐 3.互尊互量 以更好的尊敬感情 高质量的房式 更有利于促进夫妻间的感情 房式不仅是夫妻双方肉体上的满足 更是夫妻灵魂的融合 所以配偶间要互尊互量 有体贴入微的感情基础 房式会更和谐 4.重情不重语 保持正常的夫妻生活是人的生理需求 除此之外 夫妻生活也是向配偶表达爱慕之情的一种方式 中年人的房式和年轻时 比起来更注重心理感受 关键不在于次数的多少 而在于质量 一般中年人房式频率 为每周一到两次 如上周状态好做了三次 这周感觉体能不好 可一次也不做 所以中年人不要强调 每周一定要保持多少次 房式次数多少不是重点 质量才更关键 5.同房前避免不良情绪 卧室是夫妻身心放松的地方 而一些不良的情绪 是会影响到房式质量的 所以开始前 要把所有的不良情绪都刨在脑后 只带着身体和感觉进入卧室 以更好地融入两人世界 注意做好上面几方面 就可以让中年人的房式质量 得到大大的提高 4.人到中年 夫妻一定要做好这三件事 才能保证感情的长久 其实任何一段婚姻 都会随着时间 而慢慢进入平淡期 在这样的状态中 生活得久了 会厌烦会倦怠 不管当初誓言多么真诚 也不管当初誓言多么浪漫 那么人到中年 婚姻进入倦怠期 夫妻应该如何相处 一必须培养一个相同的爱好 人到中年 婚姻里已经没有了激动 也没有了浪漫 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婚姻 是波澜不清的 如同一潭死水般的平静 如同一杯白开水般的无味 可越是这种关键时刻 越是不能放弃 越是不能任由感情 随波逐流 往往顺其自然的下场 都超乎我们的承受范围 所以人到中年 夫妻必须要培养一个相同的爱好 没有任何一段婚姻 是依靠激动于新鲜感 而走完一生的 相反 这个世界上 所有能白头偕老的夫妻 是靠爱度过一辈子 也是靠玩度过一辈子 当两个人连玩都玩不到一起时 那就真的越走越远了 婚姻进入倦怠期 夫妻间已经很少再有共同话题了 甚至已经很难产生话题了 可如果夫妻之间有了一个共同的爱好 那么就等于有了一个交流的方式 这也是维持婚姻关系的一种捷径和技巧 二 必须保证日常的交流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陌生 都是从两个人渐渐疏远开始的 失去了正常交流的夫妻 就等于默认了隔阂和陌生的产生 两个人在一起时 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但是说着说着就无话可说了 有时候不是不想说了 而是实在找不到话说了 一辈子那么长 哪有那么多的话要说 哪有那么多天要聊 然而 我们都应该要知道 婚姻的基础永远是感情 而感情的基础永远是交流 哪怕是强行寻找话题 也好过沉默不语 三 必须维持和谐规律的夫妻生活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 早就已经习惯了彼此 麻木了彼此 就连触摸对方的肌肤 也都没有了任何情绪起伏 但是人人都有欲望 这也是现实情况 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夫妻会同床异梦吗 不排除日常生活的不和谐 但更多的原因 还是没有夫妻生活而导致的 要知道 夫妻本是同床而睡 一旦连睡都睡不到一起去 必然是同床异梦的结果 人到中年 婚姻竟如倦代期 夫妻之间必须维持和谐 规律的夫妻生活 和谐的夫妻生活 直接决定了夫妻感情是否稳定 总之 性不应该只是一种单向的生理需求 还应该是更加高级的双向情感需求 虽然性比爱更现实 但爱却能比性更忠诚更长远 我们只有真正深安 并且依循着这样一个道理 才能给性和婚姻 找到一个良性共生的归属 我们的婚姻和性 才能变得更加高级和稳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互动